接下來要教的東西叫接觸起電 接觸起電跟感應起電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是把帶電體去靠近導體 讓它升靜電感應哪裡不一樣 剛才感應起電的時候 帶電體跟導體不用碰到一起 用接地的方式 現在讓它碰在一起 讓它碰在一起 然後第一個 A 不帶電 B 帶電體靠近 近端生異性電 遠端生同性電 繼續靠近 碰在一起 碰在一起之後 正負會抵消 因為那個導體的東西是被感應的 所以電會比較少 帶電體的電會比較多 所以反應完之後還會有剩 所以你看豬就排斥 變成同性電就排斥 移走導體電二均勻分布 好 你就發現接觸體電帶什麼電 同性電 蛋拿來的是負 生的也是什麼負 跟剛才感應起電一樣 好 是第一種 我做完之後 那它帶什麼電 你就給我備好 好 皮摩擦塑膠棒 塑膠棒帶什麼電 濕卷摩擦玻璃棒 玻璃棒帶什麼電 第二個考法一樣 問你做的過程 視訊 ABC豬誰先做誰後做 OK 就這樣 好 我們平常你在參考都看到了 摩擦起電用在絕緣體 感應起電用在導體 其實導體也可以摩擦起電 但是導體如果你要摩擦起電 必須要東西隔絕 如果你拿著你的手握著一個金屬棒 磨磨磨磨磨半天沒有用 為什麼沒有用 視的電都接地跑掉了 必須有個絕緣棒隔開 那個電才會積聚在一起 所以平常就告訴你 摩擦起電用在絕緣體 感應起電用在導體 但事實上導體也可以摩擦起電 可是它必須要有個絕緣 否則電就消失不見 金屬有屏蔽作用 原理應該是要到大學才會學吧 就是金屬擋住 然後電就進不來 像擋住一樣隔開一樣 就要屏蔽作用 所以像一些東西就會有一些外層金屬做 就要避免外界電客什麼之類的干擾 下大雷的時候 你躲在汽車裡面是安全的 就算那個雷打到汽車上 你都不會有事 因為那個電就會分布在汽車的外面 除非你還把手伸出去摸你的那個車門 被那個金屬連在一塊 那你才會有事 否則電打不到 飛機被雷劈了 那個雷就電就分布在雷 飛機的表面上 裡面的人沒事 除非它沒有絕緣 跟外面的連在一塊 所以只要金屬有屏蔽作用 會幫助你擋住這些東西 影片 10萬輔特高壓 裡面的人沒事 裡面的人沒事 金屬有屏蔽作用 那个垫只会在那个金属的表面 倒不了里面 所以你就来拿10万普特高一垫它 它也完全OK没有事情 叫做金属有屏蔽作用 OK这就是我们跟各位介绍的 接触起垫跟金属有屏蔽作用